各位新租會評審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海洋大學運輸系的PRO隊 我是隊長俊翔 在我旁邊是我們的隊員弟弟 志偉 哲明 艾倫 現在進行我們的簡報 首先先看到我們的產品介紹 我們分為HGP的專用紙箱以及自備紙箱 在專用紙箱的部分我們共有110里面的專用紙箱 我們運費一般是130元 貴重物品就是電腦還有手機螢幕 一箱是2104元 然後在這邊紙箱旁邊也是分為兩部分 一般實體跟貴重物品 一般實體的三層黑紙箱都是100元 如果多下一層是30元 然後在貴重物品 如果同學沒有使用專用的電腦紙箱的話 我們在基本裡會放一層目的配合 接下來我們再挑拆項 然後物高市場總共有三項 接下來看到我們拖一單的販賣 然後我們這次採用拖一單販賣跟 我們只採用在聚點設計區 因為這樣可以少人力成分 所以我們會請HCD提供的免部費 訂購專線讓學生去訂購這個國營單 然後我們會利用email 寄給學校的師生 學生訂購單 訂購了國營 我們在5月28號就完成這項任務 然後我們在5月30日海大會 海大連花堂節 這是非常有人參與的 然後我們五位同學都會下去遵訪這個活動 然後我們服務消費值 從5月28號到6月30號 接下來看到我們畢業生的拖一服務 然後我們畢業考時間是在5月27號到6月2號 所以我們設定據點收件是5月31號到6月2號 然後這次我們海大師一服務 我們的畢業生主要是做在那一部分 女一生男二生男三生一生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服務據點是在那一部分 然後看到我們人力配置 我們公徒生需要一位 然後他負責收錢行李牽收還有保管貨物 我們需要專業的新宿會員人員一位 然後我們服務時間是從早上的9點到下午5點 接下來看到就生這一項 我們就生的行為考試 6月24號到6月30號 所以我們的擺攤設定據點是在6月27號到6月30號 為期4天 接下來我們服務據點總共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女生第一宿舍 再來是男生第一宿舍 再來是女二生男或是男三生 然後我們人力配置需要 每個攤位需要工讀生一位 然後我們也需要專業的服務人員兩位 然後服務時間是平日的9點到下午5點 然後假日是早上10點到下午3點 接下來看到我們新生開學脫印這部分 因為新生在我們海大 新生開局前都會收到一個信封袋 然後是新生資料袋 然後我們也跟學校談過了 我們會在這新生資料袋裡面 夾帶我們新主委的宣傳單 所以新生只要憑著這個優惠宣傳單 就可以享有免費道理收件 以及一件貨物一定都是130元 其實看到我們的宣傳 我們在校園內張貼海報還有掛旗子 然後我們會發全校性的避免 接下來在我們服務方面呢 除了既有新竹貨幣的服務之外 我們還推出了三項 我們特別出到第三項 返校行李出責改修 這一點是針對給提供的新生返校 以及救生返校的服務 然後我們推出了群聚專用的托印方案 我們每一件群聚是包括枕頭、棉被還有窗單 這三個我們支配指向是以八財為限 每一個指向都是150元 接下來我們看到團體購買優惠 我們單次購買10件以上的托印單 我們就會給他每一件就只需要120元的優惠 然後這個優惠是必須使用金主委員的專用指向 接下來我們看到返校優惠 因為我們做過一個問卷調查 就用200份 其中的129位是台北部人 然後這個高達127位的人 他們願意使用返鄉及返校優惠實例 所以我們推出了這個托印方案 只要使用在返校的時候 使用金主委會員的專用指向 我們就會給折扣上10元 然後他也會想用免費道服的手件 謝謝大家 各位醫師老師、各位醫師主委朋友 我們台大學生已經準備好了 這一次的準備 相信我們透過我們這次企劃老師 可以讓金主委員成功地掌握這片 由未來海洋所提光的市場 我們都準備好了 謝謝 謝謝 謝謝